大家好,我是七小主 今天要来吃四川特产 这里边是废物袋 我现在都已经闻到一股麻辣的味儿了 这个就是今天要吃的了 麻辣猪暖花 这个暖花好像四川人那边是比较喜欢的 一般吃火锅都会有它的 虽然我们这边的火锅店有的也有 但是很少有人点 当然了我也没有点过 今天就来试一试看它到底是什么味道 让四川人这么爱吃 天哪 怎么看着跟火锅底料似的呀 这个麻辣味越来越浓了 好香啊 它这个脑子好像都有点碎了吧 烫不太出来了 这个轮廓 这个是不是整的呀 里边是完整的 我买的时候呢店家说这个要微波炉加热20秒 我去给它热一热看看这个会不会更好一点 好了现在呢脑花已经加热完了 虽然卖像一般吧 但是闻着这个味儿真的确实非常香 来尝一口 这就是麻辣火锅的味儿啊 又麻又辣 软硬程度就跟豆腐差不多 吃在嘴里呢特别的棉软 就跟咱们平时吃的那个铺头啊鸭头里边那个脑子 差不多 只是它加了麻辣的这个调料味儿 就非常的香了 并且里边有好多的油 每一口进去还能吃到辣椒的 哎呀就是有点太辣了 可能我这么突然一吃有点太太什么吧 实际上呢这个辣味儿 嗯其实也还好了 也算能承受 就是那种香辣 稍微就那么一丢丢的麻 不是很明显 再来尝 哇这是一大块 嗯 现在这种大走吃 可比豆腐软多了 非常的绵 绵软 哇都扎到舌头上了 我感觉一下子就成了那个 就碎成木耳了 这个口感吧 很颤脱这个香辣味儿 并且也特别入味儿了 大块吃也是很麻辣的 开始我还在考虑呢 吃着会不会有很特别的味道呀 或者是就不太好接受 但是现在吃的确实很好吃 这道超级香 哇 里边的肉还白着呢 嗯 哇 以后我再去回锅店 一定要点一个脑花 真的很好吃 嗯 有点出汗了 但是好香 嗯 总的来说呢 这个麻辣猪脑花我个人是很喜欢了 它给我感觉吧 就跟那个麻辣鸭头兔头的脑子 味道非常像 如果能接受那个的话 我觉得这个猪脑花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当然了它本身是没有什么味道的 所以好不好吃呢 这个调料还是挺关键的 好了今天的麻辣猪脑花 就试吃到这儿了 喜欢我的视频的小伙伴 记得转发关注点赞哦 拜拜